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刘德华在2004年重庆开演唱会时 现场足足有13万人 火爆程度在娱乐圈绝无仅有 那么能让这两位顶级大咖跪拜的歌星是谁呢 他就是华语乐坛与邓丽君齐名的殿堂级歌手徐小凤 娱乐圈星海沉浮 很多明星早已淹没于过往 而徐小凤却如一朵黄玫瑰 将那么瑰丽优雅的新香留在了多数人的记忆里 1949年 徐小凤出生于湖北武汉 两岁时 他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定居 由于家中生意繁忙 作为家中老大的徐小凤 只读了中学二年级 便坠学在家 帮父母打理生意 照顾五个弟弟妹妹 徐小凤性格安静有主见 是父母得力的帮手 他喜欢唱歌 在家进进出出时 嘴里总哼着流行歌曲 周围人都夸他唱歌好听 不管什么歌 到了他嘴里 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他没料到的是 正是这份独特 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云端的天窗 1965年 16岁的徐小凤和朋友 一起参加香港知名歌唱比赛 本来抱着娃娃的心态 没想到却过关斩将 平一曲白光的炼之火 夺得比赛冠军 有了这项荣誉 就意味着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 兴奋的徐小凤 刚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便泼了一头冷水 女孩子抛头露面 到处卖唱 成什么样子 父母观念传统 认为歌手是不正当行业 极力反对他登台唱歌 他没有为此和家人烦恼 而是想办法说服他们 他给父母讲自己喜爱歌星的成长经历 拉他们去看演唱会 转变他们印象中 歌手就是卖唱的错误观念 用了三年的功夫 徐小凤才终于说服父母 同意他去唱歌 刚出道时 当年唱歌比赛的热度早已过去 他不急不躁 踏踏实实一切从零开始 起初 他在夜总会助唱 任何歌曲惊他翻唱 总有全新的韵味 没过多久 他变成了夜总会最欢迎的歌手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多家夜总会争相邀约 最多时 他曾一晚上连赶13个场子 1969年 在艺人文旧播的推荐下 20岁的徐小凤顺利签约唱片公司 正式进入香港乐坛 只花两天时间 他就录制出12首歌 分三张唱片发行 更有凭借一首 卖汤圆成为家喻户晓的个性 如同天生属于舞台 没有营销 没有包装 徐小凤就这么不急 不徐地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地 上世纪70年代 香港乐坛群星璀璨 徐小凤却闪着独特的光芒 熠熠生辉 他没有像其他歌手一样 劲歌热舞 活力四射地展露青春 而是清歌漫舞 浅吟低唱 韵味十足 他的歌声给人一种慵懒又舒适的感觉 犹如微风轻轻掠过心头 让人轻轻一颤 不自觉地便沉浸在其中 这样具有魔力的声线 几乎没人能出其右 而他在任何场合 都会穿竖腰的古典长裙 浸显细细的腰身 雍容中透出妩媚 凭借极富雌信的嗓音和优雅的台风 徐小凤成了香港乐坛标签式的人物 此后 他更是靠一曲 随响曲 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 奠定了歌坛 电堂级地位 歌迷们把他跟当时 红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 相媲美 以至于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还有邓丽君 港友徐小凤 风投最近的时候 他的出场费 比当时的四大天王 刘德华 张学友 黎明 郭富城加起来还要高 不仅在香港 徐小凤在台湾唱片的销量 也连续多年稳居第一 成为奇迹 他也是唯一一个 让央视春晚破例的人 央视春晚曾多次 向徐小凤发出邀请 这是很多明星 梦寐以求的事 他却因抽身乏术 只好婉拒 为了能在春晚有他的节目 最终央视节目组决定 为他晚会修改规则 请他在香港录好歌曲 然后在春晚现场 播放了他的唱歌影像 于是 在1989年央视春晚上 徐小凤成为了首次 以录像形式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女歌手 这样的演出方式 对于央视春晚来说 空浅绝后 然而 这样的殊荣 并不是徐小凤的巅峰 在娱乐圈 女艺人很多情况下 拼的是青春和颜值 徐小凤却越老越红 1992年 他43岁 在香港 红看体育馆 连开43场演唱会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连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 都没有做到 从初到起 徐小凤的人生 就像开挂了一般 名利滚滚而来 可他永远一副 荣耀与我无关的样子 为人处事低调谦和 从不张扬 别人生怕被超越 他却非常愿意 把经验分享给他人 还有意提携后辈 梅艳峰就是翻唱他的 《疯的季节》出道 将他视为恩师和偶像 周润发和刘德华 都在公开场合感谢过 徐小凤的帮助 刘德华更称他为妈妈 对同行鼓道热肠 对媒体也毫无架子 有一次 徐小凤演唱会上 香港名嘴 查小心试探地问 可不可以先接受我的专访 从不轻易许诺的徐小凤 破天荒同意了 你是今晚第一个提出采访要求的人 我答应你 没过几天 徐小凤果然打电话 跟查小心商谈采访事宜 之后 徐小凤去别的电视台 接受采访时 都是同样的服饰 装扮 连手包都是同一个 已是公平 正是这样的为人处事 让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徐小凤 负面新闻极少 更是和绯闻绝缘 似乎上天从来不会把好运 全砸在一个人身上 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徐小凤 却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 自己的真命天子 早在1974年 他和第一丈夫 郑永福 低调结婚 可惜仅过了五年 他们的婚姻便走到尽头 直到今天 徐小凤也没有说出 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 徐小凤唯一高调承认的一段感情 是1980年和第二任丈夫 廖辉的婚姻 他和廖辉相识于一次买车的经历 就像在对的时间 遇见了对的人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坠入爱河 交往一段时间后 徐小凤幸福地对外公布 和廖辉的婚讯 然而 这段被大众祝福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半年 便黯然落幕 原来 婚后廖辉要求徐小凤放弃事业 跟他去美国定居 而且 必须要改国籍 徐小凤认为自己做不到 他离不开心爱的演唱事业 更不愿意改变国籍 最终协商无果 两人已离婚告终 对这段婚姻 徐小凤有遗憾 也有不舍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 无奈此去 不易 他在无奈中 淒美的唱词 就是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两次感情创伤 让徐小凤把自己包裹得更紧 此后几时后 他再也没有 向任何人打开心扉 有一次 徐小凤接受采访 记者问他 一个人生活会不会感到孤独 他说 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很难 但真的错过了 也不必强求 想想得到那么多人认同 又很幸运地遇到一些好哥 这些幸运 便盖过了许多无奈 有的人不开心 是因为总是看见失去 而徐小凤却总能看见得到 所以 别人眼中的孤独终老 对徐小凤而言 却是不将就的从容坦荡 在外人眼里 徐小凤永远一副不争不强 气定神贤的模样 也正是这份淡定 反而让他财运横通 八十年代时 随着钱越赚越多 怎么理财成了徐小凤面临的问题 当时人们疯狂炒股 将大把大把的钱全投进股市 收益颇丰 徐小凤却看到那些炒股的人 整天行色匆匆 手里拿着BB机跑来跑去 认为极不体面 不想成为其中一员 于是他听从母亲的建议 把钱投到了楼市 渐渐地 他名下有住宅 商铺 别墅等十六个物业 他将这些房产租出去 一年下来 租金收入十分可观 到了九十年代 香港楼价飙升 徐小凤名下的房价 不断翻番 他很快资产过亿 成了名副其实的复活 他因为没有盲目跟风 也不急功近利 反面 无心插柳柳成荫 赚得盆满钵满 名利双收后 徐小凤越发低调谨慎 他曾说 高处不胜寒 还是做个平凡人好些 于是 没有郑重宣布 也没有高调隐退 而是很自然地将自己 逐渐从娱乐圈抽离 生活重心转到了其他地方 当数年后 有人再见到徐小凤 眼前是一位雍容富泰 一脸愉悦平和的平凡女人 如今72岁的徐小凤 过着安逸舒服的晚年生活 没有因为无儿无女而过得不顺心 每天看书 听音乐 和朋友聚会 精神和物质 都十分富足 有人说 徐小凤似乎得到了上天的偏爱 一生顺风顺水令人羡慕 其实 人生不在于是否抓到一手好牌 而在于能不能打出最高水平 想要的努力争取 得到时好好珍惜 不沉溺于过去 不纠结于未来 真正能成就自己的 是做好当下 这也许就是徐小凤幸福的秘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